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 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 只占到研发费用的6% 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%到25%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还要继续改革科技体制 让科技发展有自主权 很重要的是要让科研人员有经费使用的自主权 不能把科技人员宝贵的精力 花在填表 评比等事务上 还是要让他们心旁骛地去搞研究 后机就能播放 讲到这里我想对青年学生说几句话 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 有什么样的志向 一定要注意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 打捞基本功和培育创新能力 是并行不备的 所谓竖高千尺的营养 还在根部 我们把基础打捞了 那将来可以除类旁通 行行都可以写出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